哈喽 大家好 今天来到上海逛一下 这个是太古会的咖啡旗舰店 星巴克全球最大的咖啡店 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自动化生产工厂 边做边卖 大家有来过吗 太古会啊 哇 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二楼 声音挺好的 再看一下 哇 这边都是比其他的店要贵一倍啊 大家看一下 晚上就在这附近住了 这边好多人呀 声音特别好 昨天太晚了 今天再来上海外台逛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九一几年的房子 这边 海关大楼 前面是 英雄纪念碑 啊 这边东方明珠 这边是上海中心啊 和环球精神中心 还有一个 前面汤城音品 大家都来过吗 给大家看一下 挺漂亮的 今天人比较多 这边达布牛酒店 大家看一下 比较显眼 这边还有很多游船 大家看一下 下次可以带小姐姐过来坐一下 怎么样 云云 海后喜欢吗 再到城隍庙逛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城隍庙的夜景 进去里面看看 城隍庙的灯会 漂亮吗 这边是老庙黄金的总店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 一个 特色 大家看一下 前面是老城隍庙的商业街 都挺古色古香的 挺漂亮的 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一个他都有自己的特色 民间艺人呢 什么中国节呀 软桃啊 迷你工艺啊 来城隍庙的话 大家可以挑一挑选选 买点礼品 好玩的 你要做个人的嘛 做到有人没人 手感 拍皮影艺术 快速画像 山海基里面的三海奇缘记的一个冬会主题啊 这边是 绿波郎的一个著名小吃的 国外领导人都打卡这里的 大家可以来一下 这边是冬会 南翔小龙包 南翔小龙包是最有名的啊 这边是总店的 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正宗的南翔小龙包 这边是经过九区桥 九区桥有一段说法是 九区桥上走一走烦恼 扫一扫 都没有啊 这边很多人在打卡 也是网红的 大家认识这个网红吗 看一下 也挺漂亮的 九区桥下的年花 灯啊 大家看一下 海龙灯 很多人在这里打卡拍照啊 现在过年大家都回去了 人还有这么多 过完年的话特别热闹 绿波郎刚刚说过了 国外领导人经常来打卡 在这里吃点心 这特别是山海经里面的那头鹿 特别漂亮 在这里做成这种灯 是了 给大家看一下 九区桥我们走完了 现在走完了 这边九区桥的说法就是 九道弯 曲曲折折啊 就刚好是 九区桥之来源 这下面还有很多金鱼啊 也很漂亮 这边还有一只 孤独的鹅啊 就像我一样 全景再给大家看一下 清朝时期的上海美术照相馆啊 就是这样子的 这边现在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改成这种服装店了 但是外面还是没有变化 正门这边还有一个小巷也是比较有特色 里面很多小吃的 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热闹 还有云云喜欢喝着奶茶 啊这边也有 雨云过来玩 这边还是有奶茶给你喝的啊 放心 光明冰淇淋饮品店 光明我们家有个管理叫光明哥啊 100万粉丝啊 叫什么名字 网红小姐姐 在这边拍照 一梦冷100万粉丝啊 大家去搜索一下 准备出去了 这边还有大爷在这边拉二胡 老城隍庙小吃广场 这里面有很多小吃 大家可以来吃一下 这边华宝楼里面都是卖高端珠宝的 有钱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不去了啊 大家都懂的 华宝楼对面都是小吃的 这些小姐姐喜欢吃东西的 可以来这里品尝一下 都是上海种中的一些小吃店 这边是小吃广场嘛 迎新年欢乐派对 六号门出来 这边有个小夜市 看一下夜市 这边就是六号门出来的一个小夜市 夜市 夜市这边 章鱼烧烤啊 澳门夜市肥肠牛渣 都比较出名的 这个排在第一家 因为我吃太饱 我就不想吃啊 给大家看一下 味道相当不错 这里很多人排队啊 以兔年为主的灯光 这边抖音还打了广告在这里 交给女朋友 交给女朋友肯定不够 我也不抽天 突然说他给他 好了 几本逛完了 今天晚上就带大家看一下上海外滩 跟老城隍庙 逛完回家了 我们来到了 靖安区的靖安宾馆 这是许总给我订的 这个粉丝泰哥 他太热情太好了 昨天我们吃那个 河豚 今天也给我订了这个宾馆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古老的建筑 这个风格给大家看一下 房间挺大的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房间特别大 靖安宾馆虽然说是古典风格的 但是房间特别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主要是带大家看一下上海 就这样 拜拜 一路有你笑看风云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 拜拜